这是古希腊最美的公主 但也是最可怜的女人 因为她被恶魔惦记上了 每到半夜 一只大沙雕就会飞到宫殿 带着大铁龙呼喊着她 只见公主灵魂出窍 走进了铁龙中 他们飞过高山穿过平原 最后来到烟雾弥漫的沼泽地 这里正是恶魔的巢穴 恶魔为了得到公主 没完把她抓来给她刷礼物 可公主宁死都不愿嫁给她 于是恶魔给她立下诅咒 只有答对公主的谜语 男人才能娶她 公主都傻眼了 她的心情就像你的第四个表情包 不过公主的脾气也很倔 回到宫殿就进行了征婚活动 还选了一批批男人 但也烧死一批又一批 然而在这之前 公主和恶魔的交易 被一个男人发现了 她的身份可不简单 正是希腊神话中 大名鼎鼎的宙斯之子 半神普尔修斯 宙斯对她疼爱有加 还送予了她三件神器 能够斩断一切的利剑 戴上就能隐身的头盔 以及抵挡一切的盾牌 不仅如此 她还驯服了最后一只飞马 帕尔修斯热爱冒险 当她得知了公主的征婚活动后 便潜入公主的寝室 发现了大沙雕 等公主被抓后 她骑着飞马追了上去 窃听了公主和恶魔的秘密后 踩在地上的脚印 却被恶魔发现 两人争斗起来 隐形头盔还被沼泽吞噬 最后帕尔修斯拿出利剑 斩断了恶魔的手臂 这才赢下一战 很快公主的征婚活动再次开始 王后问道 还有没有人上场 宫殿里却鸦雀无声 男人们都不敢解答公主的谜语 然而这时 帕尔修斯来了 她又是否能答对公主的谜语呢 公主问道 什么东西早上四条腿 中午两条腿 晚上三条腿 帕尔修斯歪嘴一笑 她竟然答对了谜语 台下全场欢呼 公主开心的都要哭出来了 接着帕尔修斯拿出恶魔的手臂 表示诅咒已经解除 公主自由了 然而就在两人婚礼这天 王后随口说了句 能娶到自己这美国天神的公主 简直就是上天显灵 谁知这时 身后的海洋女神石像 突然掉下了脑袋 原来恶魔被砍断手臂后 跑去找妈妈海洋女神告状 于是女神便附身在石像上 向公主示下新的诅咒 命她在三十天后 以纯洁之身献祭给北海巨妖 否则整座城市都会被摧毁 而帕尔修斯为了拯救公主 她必须找到消灭北海巨妖的方法 一位老学者告诉她 北方山上住着三个下野女巫 她们的知识量一定提供帮助 于是帕尔修斯率领几人小队准备出发 但公主为了能和她在一起 劝说帕尔修斯带着自己一同出发 天上的宙斯看着这一切 为了帮儿子找到目的地 还派了只机械猫头鹰前来带路 就是看起来不是很聪明的亚土 他们穿过荒漠跨上高山 来到了女巫的巢穴 女巫们拥有一颗水晶球 能够代替她们的眼球 帕尔修斯指示猫头鹰 将水晶球抢了过来 以此来威胁女巫 说出消灭北海之妖的方法 女巫连忙表示 在黑暗之地的神庙里 住着一个蛇发女妖美杜莎 她的鲜血像毒药一般致命 更为令人闻风丧感的 是她那双眼睛 不管是凡人还是神仙 只要和她对上眼 通通都会变成一具实相 随后帕尔修斯交回水晶球 趁着公主还在熟睡 天没亮就率军出发 因为她不想让自己的爱人 陷入危险的边缘 很快帕尔修斯来到黑暗之地 乘坐黑暗渡船 来到了美杜莎神庙 这里到处都是被石化的人像 忽然地狱双头犬发起偷袭 咬死了一名士兵 帕尔修斯及时出剑 一刀刀除掉了双头犬 现在只剩他们三人 他们鼓起勇气 进到了美杜莎神庙中 里面被石化的人像 更是形成了一道残酷的风景线 只见美杜莎躲在角落 她猛地偷袭 杀死了一名士兵 帕尔修斯赶紧躲在柱子后面 只见美杜莎慢慢爬出 还是被美杜莎发现 被一剑命中 接着美杜莎两眼冒绿光 士兵和她对视 直接就变成了一具石像 帕尔修斯丢出盾牌 吸引美杜莎 对方看到反光里的她 直接就把盾牌射在了地上 接着美杜莎把上弓箭缓缓走来 帕尔修斯手持利剑 紧张的大气都不敢喘 等到美杜莎走到身旁 她直接一剑斩下 对方头颅 尽管盾牌已被血液腐蚀 但她已经拿到了 消灭北海巨妖的神器 很快 公主的献祭之日 一到国家军队护送的公主 来到了海边桥时 她被锁在石壁上 随着一声炮脚吹响 大海中的北海巨妖 正蠢蠢欲动 下一秒 她便从大海爬出 但这个外貌真的能叫妖吗 叫她北海巨兽都不为过满 就在她准备带走公主时 天空一声马蹄 是帕尔修斯骑着飞马来了 她飞到巨妖面前 正准备抛出美杜莎头颅 谁知巨妖一挥手 帕尔修斯随着飞马 一同落入海中 她连忙游上岸 但头颅却还飘在海上 这可怎么办 只见那只机械猫头鹰 及时出找 将头颅捡了回来 接着帕尔修斯拿起脑袋 美杜莎两眼冒光 北海巨妖一和她对视 直接就变成了巨型石像 她岁得四分五裂 神话级的妖兽就此被击败 随后帕尔修斯将头颅丢进大海 又少了一件神话装备 飞马也顺利从海中飞出 帕尔修斯终于赢下了这场诸神之战 就回了自己的公主 最后两人儿女成群 永远的幸福在一起 而宙斯对于这个令人自豪的 更是给了他史诗般的奖赏 百年之后 帕尔修斯成为宇宙中的阴仙座 而公主成为了仙女座 茫茫宇宙中如此多的点点烦心 想必他们的故事 一定也和帕尔修斯一样的愿吧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 《诸神之战1981》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